其實我講到地方派系 我想要先跟大家更新一下 現在的現況 所謂大家的地方派系挺郭派 不外乎就是兩個 大家講得出名號 比較大派系嘛 一個雲林張家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比較早 就已經表態的周點論 屏東的周家 可是很有趣的哦 當禮拜一 這個郭台銘開記者會 他說他要參選 他要連署的時候 然後馬上就有記者去問周點論 說會不會幫忙連署呢 周點論他很保守 他第一時間還是說 他不會幫忙連署哦 然後第二時間還說再看看吧 然後再去問這個雲林張家 這個張立善 他是第一時間就馬上出來說 這個郭台銘沒有誠信嘛 對不對 那雲林張家的張榮蔚的部分 其實也很有趣哦 在禮拜天 就是那個週末的時候 侯友宜也就是現在畫面上 大家看到的 侯友宜就去雲林張家 想找這個張榮蔚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就有問這個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他也有去嘛 就說現在是不是挺郭派的張榮蔚 回歸到國民黨了呢 那個時候朱武席就跟大家講了一句 很有趣的話 他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對他講了這句話 然後大家在問張榮蔚的時候 當天他其實 他的講話也是非常非常保守 他沒有在說什麼 他絕對挺郭挺到底哦 然後大家問他 是不是挺侯友宜啊等等 他也是笑笑的說啊 我們一定會做出什麼最好的決定啊 等等的 那不覺得大家很有趣嗎 那尤其再上記者會那一天 如果說這些地方派系這麼挺他的話 地方派系有的是什麼 人啊 但是台不僅是台下那一些 包含台上也沒有任何人嘛 也沒有站人啊 台下你說場外 如果說我走出去場外 有一些地方派系動員來的人 然後直接喊郭台銘動算 郭台銘會不要這一種場面嗎 我不相信他不會不要耶 對不對 那為什麼地方派系都沒有站出來嗎 可能就是有一些質變發生了 有一些改變發生了 當他們知道 今天郭台銘可能之前跟他們講的東西 不再是那樣子 也就是說呢 今天郭台銘的承諾 不只是對侯友宜的承諾 可能在拜託地方派系 請郭台銘之前 可能大家也都有講好一些承諾 那是不是這些承諾 也發生了一些質變呢 這些承諾也不再是 當初的那些承諾的時候 這就會發生了一些變化 像是那個謝典玲 他就比較特別 謝典玲馬上出來說 他如果說郭台銘要獨立參選的話 不好意思 我就不完這一局了 他就是直接這樣講嘛 為什麼 大家都是建立在希望下降民進黨 都是希望政黨輪替的 一個共識前提下面 去在做他們當時候覺得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我講的是當時候 所以就是也就當時候 可能某部分某派系 郭台銘有給他們一些希望 他們覺得這條路是可行的 可是當郭台銘越走越覺得 不是他們覺得原本的道路的時候 這條路他們自己會覺得可不可行 他們自己去判斷 顯然現在某些派系絕對不可行了 那派系呢 派系很簡單 他們就是要地方生存嘛 其實剛剛兩位都分析很清楚了 派系它就是一個地方很大很大的一個 選民結構 利益結構 它要生存 其實地方派系它都是從議員 基層議員 里長 甚至它最最最最小都有到里長 然後到代表 這些慢慢從地方基層 然後而生上來到縣長 然後再來到一些議員 甚至代表 議長等等的 所以它是一串粽子的 那要這一串粽子要成長得好 你知道它不只是要有預算 預算是肯定的 可是它要派系有能量 它當然政治能量就要夠強 它要的位置就要夠多嘛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當它去支持的這個人 沒有辦法給他相對應 它想要的東西的時候呢 因為我說了 不只是預算 地方派系要生存 它要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它要有它的政治能量 可是當這個人 它沒有辦法給它 足夠的政治能量的時候 那它地方派系之後 未來的四年要怎麼生存呢 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廖小君 很開心跟大家要分享 我們低調籌備多時 終於雲開見日 可以大聲說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論節目 Realtalk真實對話上架了 在YouTube頻道上架 過程當中 我們的確把90%的精力都花在攝影棚的設計 包括燈光主持人跟來賓互動等等 挑戰台這個創意跟論述內容 是讓每個來賓的觀點清楚呈現 過程當中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鋒 當然優質節目影響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個觀眾朋友的幫忙 把大家公開這個好消息 同時也許有人還不知道 但是眾志成城擊殺成塔 請大家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當然這個小小動作不需要花錢 但是每一個動作都是連結 你我最好的一個管道 透過了訂閱 每一個你們都成為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隨時都在 隨時可以開心聊天 討論台灣的重大事件 當然可以討論包括了 國際間瞬息萬變的事情 這個平台我們彼此聽見不同的立場 雖然聲音立場不太一樣 我們需要這個平台一個包容多元觀點的空間 彼此願意傾聽 更重要的是 每一個可以講真話 真實對話 Real Talk真實對話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們在關心國內外政局變動的同時 更可以認識台灣在區域安全 與全球民主聯盟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為我們信守台灣的價值 堅持對國家的忠心熱忱 期待Real Talk真實對話這個平台 期待你的聲音 期待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 我是廖曉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們的訂閱行列 多多分享 讓我們的聲音 可以傳遍全世界每個角落